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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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叫黃新良 我目前的工作是做國際貿易 我是靠英文跟西班牙文來做我的工作的 但是工作之餘我喜歡拍一些影片 尤其是Stop Motion聽的動畫跟一些真人的特效影片 我會投入聽的動畫這個興趣是 因為一開始偶然機會像我朋友給我一支鋼彈的玩具 然後我發覺你拍照的話跟大家分享的話 感覺太單調普遍了 所以後來我想說要想辦法讓我的玩具動起來 那就只有投入到聽格動畫這個方法 拍聽格動畫大家的方法都不一樣 但是有兩個要點是大家幾乎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兩個要點就是 第一個你為什麼相機一定要用腳架 就是鏡頭要穩定 Stop Motion跟那個影片不一樣 影片是隨時移動沒關係 但是Stop Motion 顧名思義Stop 腳架就是要穩定 腳架不穩定拍照出來不連貫 串起來就會很奇怪 然後第二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光線 像Stop Motion因為它是照片串起來的 所以第一張照片跟第二張照片 如果它的那個光線亮度不一樣 或者是亮度折射的光線不一樣的話 你兩張串起來的話也是看起來很奇怪 所以最重要的兩點就是相機要穩定 就是要架腳架 然後第二個就是光線要穩定 我想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的人物的動作編排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流程 像比如說我這次的角色主角就是Look 像我講個比方好了 如果我們普通用刀子砍人的話 如果你直接砍的話 是可以 一樣是直接砍的話太單調了 那你如果想一想 如果刀子拔出來砍人的話 在空中轉個幾圈 這樣再砍下去 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 我照片處理都是在 會生會影史詩裡面處理的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處理步驟 如果把照片串連 像我把照片串連 會入會生會影史詩的時候 就是直接串到主軌裡面 做一些照片串連處理 然後像在我這一部 Lego Stop Motion裡面 有用到一些效果 比如在他們濾鏡裡面 有反差 像現在套到我那個 玩具裡面的照片 反差 可以看出來 很明顯的 有一個張力的感覺 但是它 比如說中砲彈的時候 或者是發射什麼東西 用那個 它的反差效果 還有另一個就是 像刀砍 或者是那一類的 一些靜態的動作 就像這種霧化放大 放大的效果 有一些剪接畫面 那個鏡頭旋轉 或者是鏡頭拉近拉遠 我們可以用會生會影濾鏡裡面的 那個剪氣裡面的那個效果去做 像你就可以把一些人物的鏡頭拉近 或按拉遠 做一些鏡頭的變化 給影片帶來更多的張力 那麼最後我想跟各位觀眾建立一個 就是一個鼓勵 或者是跟你們講一些 我拍StopMotion裡面遇到的事情 你拍StopMotion一定很辛苦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挫折 你常常想 哇人家有相機 人家有什麼軟體 什麼軟體我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拍 他說到時候等你想了半天 你永遠都沒有行動 我一開始也是故動不息的 都不知道要拍什麼 後來反正想說 你看你手邊上有手機 手邊上有鉛筆什麼的 StopMotion是一個很廣的 很廣的技巧 你任何東西都可以拍 你不一定要拍鋼彈 你不一定要開 那個什麼玩具什麼的 都不用 你甚至手上有一個鑰匙圈 有一個手機 你就直接讓它轉 就是可以開始拍啦 你不用等到說你要收集什麼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說 怕失敗 或什麼樣的 拍不出好效果 你就是 你就是沒有練習 所以拍不出好效果 就像我 一直持續 我開始拍影片也是超爛的 但是 後來你一直持續經驗 反正什麼東西都拍 拍完了以後 你就自己抓到 你自己的節奏感 然後可以拍出 你自己想要的影片 然後最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歡迎到我的那個 YouTube Channel去 很熱意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提任何問題 然後 也期待我下一部影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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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